大家好 我们深夜来听个床 当然这个也不严格意义上是听床 因为它是一个 也算是一个权威的媒体 报的日经新闻 但是就好像有朋友在里面聊 日经新闻有时候也会报一些不靠谱的 这次报道里面没有出具任何的信息来源 但是它里面提供了很多的细节 但是也其他地方我没有看到过的细节 我觉得因为我们今天白天刚刚做过那期节目 就讲过习近平为什么不出席G20分会 我们判断他是可能备受打击也好 或者说是惧怕出现在这种场合 那么今天日经新闻里面的报道 有点印证了说有可能的确 尤其在8月底发生了某些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中共的元老在 中共他每年的8月底都会去北戴河度假 或者开会 然后中共的元老有人 就是曾庆红在北戴河的会议上 当面去训斥或者说警告了习近平 我们来看这样一篇文章 先给大家读一下看一下 这个是标题就是讲分析 习近平在北戴河会议上被元老们训斥 直接用着训斥这个词 他这个作者 这个人叫做钟泽克二 是日经新闻的东京的资深的员工 也是资深的编辑 然后他在中国当过7年的记者 然后后面成为中国丰社的社长 所以这个人是有一定的联系 有一定的怎么讲 有一定人脉的 也是对中国有一定了解的 我还回去看了一下这个人以前那些文章 因为我一般 如果说我无法考证信息的准确度的话 我会去考证这个作者的可信度 有些可信度还是怎么讲 他比如说在谈到去年 胡锦涛被在人民大会堂带下主席台这个事 我看了一下 他的行文还是比较克制 不是像很多这种听床诗一样的 就是胡锦涛看到什么文件 文件里面有什么样子 有鼻子有眼的 还是比较克制的 但是他多少也引用了一些 就是说那些听床的一些说法 但是他也没有言之凿凿 另外他还讲了秦刚事件 我看了一下分析 他说秦刚为什么会被拿下 就是因为 这也是我那个时候分析的 大家记得吗 在拜登第一次对外宣称说习近平是独裁者 就是布林肯回去以后 拜登突然第二天放了个风 说习近平是独裁者 当时我就做了一篇文章 我就做了一篇视频 我觉得要么就是习近平已经失事了 要么就是现在面临一个紧急的关头 是吧 从来没有这么入过华的 然后中泽克二他就讲 秦刚之所以被拿下 就是因为布林肯刚回去 然后拜登就说一句话 党内就乱了 觉得这个不可思议这个事情 这肯定是 要么是他们觉得吃了个大亏 要么就是觉得这个东西 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往下 就必须党内必须有人为此负责任 为什么你们允许他来 为什么这样子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必须有人负责 秦刚就背了这个锅 我虽然没有讲秦刚是因为这句话背这个锅 但是我当时分析秦刚有可能会被拿下 的确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在整个系列 讲秦刚这个系列里面 至少在两集里面提到这个可能性 所以怎么讲 这个人的分析靠不靠谱 我觉得我们还是先把这个信息接收下来 尤其很多新的信息接收下来 然后抱着存疑的态度再往前看 因为之前我们一起到一个原则 越是细节越是详细 这个东西其实反而就越不可信 行 我们不废话了 说在星期一中国官宣了 习近平不会参加G20的峰会 然后这是习近平第一次没有参加G20峰会 此前他一直都是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去参加的 然后在此前就已经 就是之前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今年夏天的北戴河的会议上面 就发生了曾经退休的这些元老 在北戴河上对他有所行动了 就是之前的讨论从来没有被公开过 但是关于闭门会谈的细节 已经开始逐渐的为外界所知 简而言之就是元老团他们对于现在 就是在过去的十年的北戴河会议上 从来没有今年如此强烈的不一样的这种感觉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eel 就是他们觉得过去十几年里面 从来没有这种感觉过 然后有消息来源 他所有地方没有居民 都是说不止一个消息来源说 说今年的会议上有一群这种元老 直接就训斥了最高领导人 而且是一种他们此前从未有过的方式 非常直接了当地训斥了最高领导人 习近平后来向他的幕僚 也就是向他的幕僚表达了自己的沮丧 然后根据这些信息的来源 收集的来源显示 然后后面讲了一些细节 说比戴河会议一般来讲 就是会这次没有 就是之前的像江已经不在了 湖已经基本上没有办法出来议事了 是吧 所以这些人是没有出席的 但是这种他们的缺席 本来应该讲对于习近平是一个好事 但是事实可能没有这么简单 现在中国现在不是情况很糟糕 其实说白了 就是一个是经济 经济里面只中讲了房地产业 现在已经崩溃了 然后年轻人的失业率等等问题 这我们都知道了 然后军方最近又有动荡 火箭军的两个头领被清洗 然后秦刚事件 一系列挫折 一系列的tomo 这个tomo就是一系列的这种挫折 就是讲挫折 纷争 这种矛盾 斗争 让很多党内的元老非常的担心 然后有信息来源声称 在北戴河会议之前 这些党内元老就自己在北京的郊外 大家先谈了一下 先聊了一下 达成了一个共识 然后有几名 不是所有人都去 有几名人 几个元老去了北戴河 向他们传达了这些元老统一的意见 面对面的会议 是跟现在的领导人 包括习近平 是在一天之内把双方就开这个会 包括习近平 也包括习近平身边的这些幕僚 然后大义就是讲的 这是他们传达的主要信息 如果当前的政治经济跟社会动荡 继续的话 而没有什么任何有效的手段 可以应对的话 党可能会失去公众的支持 可能会对党的统治构成威胁 然后最后一句话 We cannot have more turmoil 我们不能够再有更多这种动荡了 我理解 动荡这个词应该翻译成折腾 按照党内的比较习惯的说话的口径 应该叫翻译成我们不能够再折腾了 OK 然后说核心人物是曾庆红是吧 大概介绍一下曾庆红 是以前老江的得力助手 而且他先提到老江去世以后 曾庆红现在依然是保持这样一个影响力 和保持一个广泛的人脉 然后说在老江去世以后 曾庆红又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这个跟我们很多人想的不一样 老江去世以后 江系已经彻底失去了支柱了 是吧 那么应该一哄而散了 目前看来说曾庆红反而扮演了一个更重要的角色 那么然后习近平在被训事过之后 就回去跟自己的幕僚碰了个头 据消息来源称 说习近平在碰头会上表达了自己的沮丧 然后把矛头对整了自己的前三个前任 邓小平 江泽民和胡锦涛 下面这个话来了 说我们把它翻译成 中国人特别容易理解的 说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前面这三个家伙 留给我的 是吧 然后我花了过去十年时间去处理这些问题 但是依然没有能够得到解决 难道这应该怪我吗 就像我标题讲的 这个屁股我擦了十年都没擦干净 然后反过来你说我 而且据说他还告诉自己的幕僚 说现在他们应该要去解决这些遗留问题了 这里面其实就有个到底什么问题 有没有解决 什么是遗留问题 我们假设这个信息是真实的 那么这些关键词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然后说这一通发现 让他的幕僚就深感震动 尤其是李强 然后李强是主要主管经济的 贸易现在不行了 然后外国这些投资都已经迅速的下降了 习这次之所以要没有去参加G20峰会 很有可能是担心要丢脸 他上面还写了一个佐证 说之前习在参加完北戴河会以后 然后就去南非参加金庄峰会 为什么没有去出席金庄峰会上最重要的活动 就是商业的论坛呢 原因就是说他担心 他担心可能会被问到一些直接的了当的问题 就是问他是不是中国经济 关于现在中国经济情况不景气 可能会有人直接问他问题 我个人觉得是存疑的 因为我其实是看了那个整场 那个峰会的整场的视频 我当时试图在里面找出来 为什么习近平不参加的原因 是吧 当时我就想是不是现场会有Q&A环节 是有问答环节 是有记者提问的 其实并没有 所有的他们最高领导人 是安排在峰会最后一个环节 大概每个人上来说句话 基本上说一段话 大概也就15分钟左右就结束了 没有任何的Q&A环节 所以这一点我存疑 当然整场活动大概有三四个小时 他是不是担心可能习近平在台下 没有上台的时候 可能会被人问到 这就不知道了 好 我们继续往后看 然后关于习近平缺席G20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是在于什么 就是跟美国现在的关系处于一个停滞阶段 看不到任何有突破的迹象 他们本来寄希望于是个雷蒙德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德来的时候 能够对他们做出重大让步 结果雷蒙德来了 我们已经看到了 雷蒙德讲 中国你们现在完全就是一个 完全不值得投资的国家 你们把自己做成了这样一个国家 是吧 那么除此以外 我们也没法对你们做出什么很重大的让步 所以他们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之前做节目讲 我们说雷蒙德这一次的来访 几乎就是一个最后的一个milestone了 因为后面前面都来了 该打的前站打完了 下面就该你跟拜登两个人面对面了 所以雷蒙德来以后 中共后续的 他会做出什么动作来 将会决定中美关系会往哪个方向走 所以在这个里面讲 雷蒙德来了以后 中方还是没有能够盼到 美方能够给他们的重大让步 其实这个重大让步在当时谈的时候 我觉得就已经给出来了 就是说希望美方把对中国的科技方面的封锁 给他撤掉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节目了 如果直到现在依然没有看清楚 还要抱这个希望的话 我也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他们可能觉得 他们可能还寄希望于基辛格 基辛格来是在北戴河会议开以前来的 OK 当时我们就猜测基辛格来 有没有 他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我当时有一个猜测 基辛格来一方面是可能让他们回去做美国的工作 另外一方面 他被视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是毛泽东曾经握过手的人 所以是不是对于党内的一些 中共党内的一些元老 可能跟他交流 可能也有一些帮助 不管是对于党内还是美国方面 可能都有一些帮助 OK 插开了 Sorry 他现在按照这个文章讲 雷蒙德来了以后 没有给出任何的礼物 没给他们带任何礼物 是吧 依然没有让步 所以现在美国也好 中国也好 都无法做出 就这个重要的经济问题 做出重大让步 这个时候习近平就很难 说去跟拜登在G20分会上 两个人握手 这个逻辑是解释通的 这倒不是什么丢脸的问题 或者说主要不是丢脸的问题 如果说没有让步的话 然后你又接连遭受了挫折 拜登依然不依不饶 连续说你几次独裁者 是吧 这个时候你再去握手的话 你其实就是给别人跪下了 所以他已经不知道 该怎么样去面对拜登了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是一种面子的问题 你也可以理解为 就是一种 按照中共的党内的体系 就认为 我刚才说 相当于就给别人跪下了 就是按照中共这些人 他们去理解问题的 就是这么看的 OK 然后在当前情势下 不确定习近平会不会参加 11月份的 应该是11月份 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论坛 是吧 所以这次G20没去 是不是也有可能 也有这个意思 就是你看你弄得我G20都去不了了 是吧 那金合组织会议的话 你是不是给我点东西 让我去一下 是不是有这种近乎于哀求的 就是利用这次G20缺席 表现出来一种近乎于哀求的 这种东西在里面 这就不知道了 我往下看 然后讲中国政治 蝴蝶效应 从来都是不缺乏这种亮点的 他举了个例子 说八月底的时候 也就是在北戴河会议开完以后 李克强出来亮了相 他去哪呢 他去了敦煌墨高窟 OK 对了 这儿还有一个视频 给大家放一下 给大家放一下 李克强在现场的视频 这个视频我不做任何评价 因为很多人在过去的 很多人听床的很多年里面 经常会有人说 中共放这个视频出来 做某种解读 放那个视频出来 或者放哪个照片出来 做某种解读 其实我看了这么多年 我没看出来有什么确切的模式 说放这个东西能够有什么解读 是不是有人在暗示说 你们做得不好 还是来怀念李克强总理 是不是有这个意思 说不定会有 但是中共党内真的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你无法能够确认 他到底密室政治里面 什么是信号 什么不是信号 什么是噪音 或许只有党内的人才真正能够理解 后面讲了一下李克强 可能拿来做一个对比 然后 就这些 基本上就这些 这就是整个文章 我对这个文章 就好像我们前面看下来了 有些地方你看起来似乎是合乎逻辑的 有些地方我觉得 其实反而是让我觉得 我相信所有这些信息 他说收集到不同的信息来源 给他的信息 这里面肯定有假的 我可以确定 肯定有不真实的信息 或者说是他们自己也是推测 不确凿的信息 但是这里面有没有可能有一些真实的成分 我们不会完全一来一篇报道 因为他讲了 说现在这个信息开始逐渐的 开始显现出来了 是吧 我们可以根据其他的事情来佐证 比如说秦刚到时候会放出来 他到底是因为什么 是吧 秦刚的问题 他也是一个支线 刚才这个主线任务里面 有很多支线任务 我们可以通过支线任务来印证 这个主线任务是不是这样子 但是总的来讲 跟我们这两天在分析的 习近平现在面临的这个囧 就是你能够眼见 能够看得出来的 他面临某种巨大的压力 这种压力是来自于国际形势 国家的命运 还是来自于党内 哪一种方式 还是来自于所有方面 是吧 哪一种方式都可以解释 或者说这三者 其实说白就是一件事 是吧 就是按照刚才我们的文章里面讲的 可能会失去公众的支持 可能会面临动摇党的统治 再跟大家说一下 这是一个你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听床的新闻 其实很多人对于很多事情的判断 中共党内到底是什么样一种生态的判断 因为听床师太多了 造成了大家是有一点 怎么讲 就是某一个听床师告诉你 什么习上了一下 某一个听床师告诉你 江泽民江派人马彻底没戏了 是吧 曾庆红已经彻底怎么玩玩了 或怎么样子 就是这些的东西听多了以后 就会让你脑子里产生一个很强烈的混乱 因为它无助你帮助你寻找这个逻辑 寻找出模式出来 不是寻找 归纳出一种模式出来 这种相互矛盾的信息太多 有时候反而会让人觉得谁都不可信 所以我是建议大家不要 对于任何一个人的 包括我的总结 包括我的总结 太过于的相信了 或者怎么样子 都是把它放在脑海里面存疑 但是我相信一点就是什么 随着现在中共的形势 中国的形势越来越迫切 到后面会出来越来越多的信息 来不断的印证之前的信息 就是说如果放在过去十年里面 中共至少在外界看起来顺风顺水的时候 没有发生重大变故的时候 你很难通过一些外在东西 去摸索出里面的规律出来 但是随着现在它遭受一个接一个的挫折 而且暴露出来一个接一个的折腾 一个接一个的折腾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变化越多的时候 越有助于你摸清细节 所以从听床师进化到分析人士 就在今日 简单跟大家互动一下 看看前面有哪个朋友 有朋友在讲曾庆红这么牛 是不是很相信 我是这么看的 有些人觉得包括在去年两会什么东西 就觉得元老要让习近平下李克强上 事实上后面证明了 这个的确绝对没有怎么回事 所以大家就有人觉得元老是算什么 现在习近平一人说了算 就是皇帝 他是生杀与夺 全在一人之手 但是这个印象是基于什么 基于那些听床师 让你给你造成这种印象 他们说元老有用 结果元老 这个结果跟他们说的结果不一样 所以你脑子里就觉得元老 他们说元老有用 不对 那元老可能就没用了 是吧 你会轻易的陷入这种 不是黑就是白这种 做模式里面去 但其实你也不能这么想 说元老真的是没有用吗 说没有习下李上 就代表元老的话没有用吗 未必 这里面还有无数种可能性 所以听床师 就是我先讲 听床师会让人 特别是没有受过 比较严密的逻辑训练的人 这里我要说一句得罪人的话 我觉得比我岁数大的中国人 百分之五十 我是说的客气的 百分之七十以上 没有受过比较好的逻辑训练 OK 即便在知识分子里面 至少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 没有受过比较严密的逻辑训练 就算你受过 你也只是受过树立逻辑训练 你没有把它跟现实能够结合起来 没有受过形式逻辑的训练 所以这个就很容易会造成 这种信息的混乱和认知的混乱 所以这位朋友讲 曾庆红屋还要这么牛 我相信你这个印象 是来自于那一处 当然也可能我说错了 抱歉 但是有一点 我相信大家都是承认的 曾庆红这个人的确是有手腕的 有能力的 有权力的 至于说他有没有被习近平打压 或者怎么样子 然后他说的话 是不是在党内没有用了 在习近平顺利的时候 在中国没有出什么问题的时候 当然我觉得可能 他的话语权是越来越少了 中共一直给我这种感觉 就是他的历史上 在顺利的时候 那么领导人就是一言九鼎的 当遭遇挫折的时候 大家就会群起而公之 就算老毛这样的人 他在50年代末 大跃进文革等等这样子 他为什么要搞文革 就是经常被人群起而公之 所以他要随时防着这些人群起而公之 然后要用尽一切的最快最狠的手段 把他扼杀在萌芽状态 所以就会有那些非常残忍的手法 所以中共的历史上 很多人看老毛 都是觉得好像老毛对其他人是碾压了 其实那段历史 你仔细去看的话 老毛其实是在给这些人斗 他只不过他天然占据一个比较优势的地位 然后下手比较狠 所以他斗 其实对面的人也未必没有他狠而已 只不过没有他的地位这么高 所以当现在中国面临各种问题的时候 哪怕是没有 之前已经被打压了没有话语权的人 这个时候也会天然的获得话语权 这是中共的党史告诉我们的 我没有看不起没学历的人 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在谈论学历不学历 我说了 比我大的中国人 很多人或者中国出来的人 很多人都没有我受过系统的逻辑训练 这个博士怪他们 他们可以上大学 可以读甚至读博士 但是小学博士除外 甚至可以读博士 他们依然没有受过系统的形式逻辑的训练 他们的思维永远是 那一套无逻辑的思维 就是很多时候 你看我一下子得罪很多人 明天我们就讲新疆的三文鱼的事情 明天我会去悉尼渔市 著名的悉尼渔市 去给大家直播一场 到底什么是三文鱼 什么是伪三文鱼 而且我发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 就是在现在中国在推新疆三文鱼的过程里面 有很多的人在与配合 虽然这是注定是一个谎言 但是很多的人 有中国 当然中国大陆不用说了 中央电视台什么的 有香港的 有台湾的 大家都在与配合 尽管他们看出了问题 但是他们依然以一种巧妙的方式与配合 明天我们再讲 顺便我们推销一下我们澳大利亚的三文鱼 好吧 好 今天就这样 我这儿比较晚了 大家对于这个故事 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里面发表你的意见 尤其如果你对于讲故事的日经新闻的 刚才那个叫中 中什么呢 中泽科二这个人 有所了解的话 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里面 给我们留言 青山不改 绿长流 下一次我们再见 拜拜